目前世界上公开拥有高超音速武器的国家只有中美俄 在中美俄高超音速武器的比拼中 为何东风时期能独占凹头 东风时期究竟领先美俄哪里 前不久美军成功试射高超音速滑翔体 让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到高超音速武器上 自出现以来高超音速武器的热度就一直居高不下 因为那句理论上无法被现有防御系统拦截 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哪个国家不想拥有这样的制胜法宝呢 目前公开的有高超音速武器的国家只有三个 中国 美国和俄罗斯 而且中国的东风时期高超音速导弹是最早服役的 也是公认的技术水平最高的 美国是最早开始研究高超音速武器的 俄罗斯的前身苏联几岁起后 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 在高超音速武器的研究上 中国只是一个后来者 为何这场中美俄高超音速武器的比拼中 中国能独占凹头 高超音速武器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飞行速度要达到5马赫以上 再就是因为其具有变轨能力 飞行轨迹难以预测 所以高超音速武器 难以被现有的防御系统有效拦截 飞行轨迹及弹道 弹道是目前区分高超音速武器 技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方式 现在普遍把高超音速武器的弹道 划分为三个水平 桑德尔弹道 钱学森弹道 以及全程大气层内 飞行的水平启华弹道 最后一个也是高超音速武器 最理想的弹道 有了标准才能更好地进行区分 虽然俄罗斯目前公布了多种高超音速武器 但俄罗斯高超音速武器的弹道 并不是最高水平 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 目前处于钱学森弹道这个水平 而美国的高超音速武器的弹道水平 更是只处于桑德尔弹道 落后于俄罗斯 但从最近美军试射的高超音速滑翔铁来看 美军的高超音速武器 现在应该已经具备了钱学森弹道的水平 目前仅有中国的东风时期 能做到全程大气层内飞行 等于说 东风时期在弹道水平上 与美俄是存在代差的 东风时期不需要用水漂弹的飞行方式 区别于桑德尔弹道和钱学森弹道 东风时期可以在大气层内直接起滑 全程高超音速滑翔 以10马赫的速度进行转弯机动 甚至可以实现类似巡航导弹一样 进行新发射后瞄准的临时改变目标 这也让东风时期更加难以被拦截 在东风时期的射程范围内 所有的防御设施相当于是形同虚设 这样的东风时期 当然能在中美和高超音速武器的比拼中 独占凹头